文化局蔡局長 以及我們今天現場 包括我們在地的里長 政里長 我們林區長 還有我們大建築師 我們詹建築師 還有我們張總經理 還有我們寶浩志家屬 以及各位諮詢委員 各位審查委員 蔡寬裕理事長 以及現場許多媒體朋友 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市令古蹟台北放送局 修復工程開工典禮 這棟建築承載著歷史歲月 在日治時期是台北放送局 1945年改為台灣廣播公司 而在1947年 二十八事件發生時 放送局成為民眾代表 透過廣播向民眾說明事件處理相關的境況 非常重要的管道 也因此 台北市政府在1996年選定這裡 作為台北二十八紀念館的館子 直到今天 二十八事件是台灣的重大歷史事件 也對無數的二十八受難者及家屬 造成難以撫平的傷痕 所以我非常重視二十八事件的歷史意義 今年除了依照往例 在和平公園辦理二十八紀念儀式以外 我也來到紀念館 參觀常設展及特展 並在紀念館內 與受難者家屬會面 了解二十八事件的過程 也傾聽受難者家屬的心聲 而台北二十八紀念館 以介紹二十八事件為目的 透過常設展和人權議題 特展落實人權教育的推廣 從今天開始 台北二十八紀念館 將展開為期一年十個月的工程 這也是1997年開館之後 最重要而且最具規模的 古蹟修復工程 我們投入7500萬元的經費 進行相關修復 除了修復建築的外觀 以及硬體結構 也將納入更多的史料 放置在常設展區 透過深化展覽內容 讓觀眾民眾了解二十八事件 對台灣歷史發展的重要影響以外 也讓台北市的文化資產 能夠獲得妥善的保存 以及活化運用 在修復的工程期間 我們採閉館不修館的方式 要走出廣外 持續辦理二八事件的教育推廣活動 也會持續進行史料文物 以及口述歷史等等資料收集 會整並持續辦理實際導覽和人權講座 以及推動校園人權教育研習和辦理校園巡迴展覽 未來也規劃與其他國家的人權相關管所 進行交流 讓歷史與人權的價值 獲得更多的重視以及教育意義 台北二十八紀念館 預計在二零二五年重新開館 我非常期待完工的一天 將更多的史料攤在陽光下 讓民眾不忘歷史硬件 迎向更好的未來 台北市作為全國文資數量最多的城市 市政團隊也會竭力的保存下來 讓歷史傳承下去 最後祝福今天所有與會的貴賓 神起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掌聲謝謝市長的嘉念與期許 謝謝市長的用心 謝謝市長 富蘭大學今校的老師們與大陸的同學們 還有我們這次訪問大陸的老師跟同學們 大家早安 今天造訪富蘭大學是我們這次來大陸訪問 安排兩個年輕朋友交流的最後一站 回顧過去十天的訪問 以及在武漢大學、富蘭大學的交流 都有幾點韓響 第一,推動兩岸年輕人的一次交流 是我們這一代最為唾切的任務 前幾天在武漢與長沙 兩場交流座談結束後 我們看到雙方的同學迫不及待的交換微信 甚至於我們上了車都欲望不能 根本不需要我們催促 可見兩岸年輕朋友的自然交流 自然融合 如此順利成長 也代表著兩岸年輕人 只是欠缺機會與接觸 多了解 還有很大能力的空間 這兩點 兩岸當局都要更加努力 第二,過去兩場交流 我發現兩岸同學們都關心切身的問題 無論是學制、考試 乃至於出校門後的就業、競爭的問題 同時,彼此之間 對兩岸的綜合文化 在台灣與大陸的發展與相貌 都很有興趣 這讓我深深感受到 我們真的應該要多為他們做些什麼 除了推動兩岸年輕人跟密切交流 也要幫忙他們解決各種實際上關切的各項問題 最後,也是我此心最重要的初衷 就是來 就是因為這些年來 兩岸因為政治飛繞與疫情 各項交流已經中斷了好幾年 年輕的一代 在這幾年 網路上的趨勢日漸隔閡 我希望由我這次 這次的旅行開始踏出第一步 讓兩岸年輕人重新回復交流 在年輕的時候 能夠彼此交流 了解 相互多一分接觸 兩岸多分其一 有一月深厚 兩岸之間衝突發生的幾率 就越低 最近我看到大陸電視台 製作了我個人記錄跟掃墓的視頻 其實 點閱的人能超過一億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現象 讓兩岸都感受到 我們其實是有一樣的家國情懷 這次讓我湖南老家記錄 帶著我們年輕朋友走訪 中國歷史的重要地點 踏踏尋兩岸共同的記憶 才能共住美好的未來 這是我對兩岸年輕朋友的一個期許 我同時也要不要請 復旦大學的老師跟同學們 能夠回訪台灣 由我們馬金九基金會來安排 我也會親自陪著各位到台灣各地走一走 體驗一下台灣的風土人情 好不好 好 這是你們說好的 另外我還要跟各位分享 這次我到各地 都讓我想起我們中國人 祖先都會流向的詩詞 例如在南京的布衣像 我想到這個 就這個劉一席的那一首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一巷口西洋血 舊石往洩到前面 什麼 由人飛入尋常百姓家 然後呢我們到了武漢 到武漢呢 就想到什麼呢 想到李白跟崔浩的寫詩 但是李白的詩比較簡短一點 適合引用 就是 這個 故人西詞 黃賀樓 煙花三月 下兩周 烏帆圓影 避空靜 回見長江天濟樓 然後到了我的老家湘潭呢 沒有人寫詩 但是我的祖父曾寫過 武漢對人 黃金非寶書為寶 萬事皆空善不空 等一會兒我會送各位 在場的網友們 一個小小的書籤 上面有這個對比 這個我有寫 這個上面是我寫的 連是我祖父做的 字是我寫的 字寫的不怎麼樣 但是呢沒有錯字 再來就是 這個下面一個 這個到了 南角灣 到了重慶了 到了重慶 因為重慶這個地方呢 對我們家非常不凡的意義 我爸爸媽媽都是在 這個不單念完書以後 到中央政治學校 爸爸念房政系 媽媽念統計 在修科 那邊呢 這個 福建 這個 重慶啊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的家務委員長號稱 一吋三合一吋血 十萬青年十萬軍 那時候 我父親也參軍 而且被分發在萬縣 這個服役 當他在重慶 學校裡面 幫忙辦喜別會的時候 我媽媽講那句 我覺得非常了不起的話 他說 男士捉目的男人 成功的男人 都是從戰場上走過來的 我們稍微長大以後 還問我媽 你怎麼會想他講這麼偉大的話 這讓我非常非常感動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到 這個 那個 從今晚就到上來了 就到上來了 後來想到太年了 還是 那一首那個 風橋夜舞 能夠 他就在 蘇州 他的 月落花蹄 月落屋蹄 霜滿天 江峰雨蟲 對蟲眠 巫蘇塵外 韓山寺 夜半 終身道客船 這個船啊 只有那種古文化業 念法才會壓抑 夜光 終身道客卷 這裏去了 所以我覺得 因為家父過去 喜歡旅行 他不寫遊記 他寫詩記 我沒有他那樣的才華 真的是所謂的 古腹犬子 所以我只能引用古文的詩啊 來附庸荒洋 這是非常值得我懷念 富蘭大學 取名之道 上述 大船之日月 昂華 旦覆旦夕 表示 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 智力更生 以及勤奮 向上 更蕴含著 復興中華的意義 這一我此行 3月28號 到南京中山領提字 和平奮鬥 振興中華 可以說 延續了 國父在去世前 他所說的 和平奮鬥 救中國 那我們希望 兩岸的年輕人未來 能夠像 復旦大學的 校訓那樣的 具有深意 日月昂華 淡富淡興 人家之間 能夠和平奮鬥 振興中華 謝謝大家